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了来到本期的季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山东南篮 那么山东南篮成为了本赛季第一支被CBA季后赛淘汰的球队 他们在被看好的情况下0比2打比分输给了广州南篮 最终是遗憾的出局 可以说对于大树比投入的山东南篮来说 本赛季的成绩肯定是不能够让人满意的 那么球队也是连夜召开了总结会 作为山东队的跟队记者非常资深的夏小四老师 也是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更新了球队目前的开会情况 也透露出了几个细节 球队从今天开始的话将会进入为期一个多月的休整时间 那么在5月下旬的话将会重新集结备战下个赛季的第一阶段的集训 第二个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情况就是球队的变动 按照夏小四的说法球队肯定会有所变动 而且这个变动是教练组也会变动 球员也会变动 但是教练组究竟该怎么变 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说实话 王涵的指教成绩是肯定不能够让大家满意的 也有不少球迷喊出了他下课的声音 关键是找谁来接替他 眼下最理想的接替者肯定是拱小斌 但是考虑到高速集团和拱小斌之间的矛盾 尤其是双方在权力划分上的这种模糊 都让双方的合作显得非常的困难 而如果不找拱小斌的话 再换一个其他的教练 你能保证他的水平要比王涵更高吗 眼下困扰山东队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个教练的业务能力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是管不住山东这帮球员 说实话 拱小斌的业务能力真就比王涵高出这么多吧 我看未必如此 关键是拱小斌在山东这个地界 在山东队里边说话他好使 哪怕他业务能力不行 我给他派一堆好的助理教练 甚至请外交来把指令交给他 然后他再去发号那就管用 但是你换成别人 无论是上个赛季的徐场所 还是这个赛季的王涵 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你有好的办法 场上的群员不执行 你也是没辙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让山东南南 换帅最犹豫的地方 因此现在王涵包括丁伟 能不能够离开山东南南 估计要看龚小斌和高速集团 这边谈的怎么样 如果谈懵了 我估计高速集团应该不会换帅 因为换谁来都一样 还不如索性再让王涵带一年 看看能不能有所起色 但那边龚小斌如果能谈成 那这事可能就要两说了 王涵有可能就要打打 绝不该走人了 那换上龚小斌来 配一套好的助理教练团队 继续带着球队往前冲 而球员方面的话呢 在今天夏天 其实山东南南面对着 比较大的续约压力 高师岩陶汉林 焦海龙 三个轮换的核心球员 全部都合同到期了 三个人能不能够留在队中 这个不好说 目前第一个离队的人员 已经是被透露出来了 就是可莱白可 按照夏晓斯老师的说法 那么可莱白可将在 租界期结束之后 返回上海南南 正式离开山东队 其实本赛季的话 他在山东南南得到的机会 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离队也是情理之中吧 不过眼下对于可莱白可来说 能否留在上海队 也是有很大的悬念的 因为他的合同理论上还有一年 但是这最后一年的合同 是球队选项 所以说他能不能够延续自己的合同 主动权完全在上海队这边 就目前可莱白可的状态 和他的薪资来说 应该是不太匹配的 所以说想要留在上海队 大概率也是要重新签一份 相对比较廉价的合同 因为他目前的这个合同 是一个大C类的合同 上海南南目前的薪金压力 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关于可莱白可的动向 能不能留在上海队 包括他下一份合同的金额 都是有很大的悬念 也注意到可莱白可证明 老教板能够在CBA里边 找到合适自己的球队 符合自己定价的合约